最近这几天西方媒体都在关心一个中国高层领导 谁呀 国防部长李尚福 据说他已经两周没露面了 而且外交部还说他因为健康原因缺席了越南的会议 这种机会外媒肯定是全部扑上来呀 各种说法都有了 但是西方媒体的尿性是一点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下 就各种胡说八道 通篇都是据传案 可能据称估计现在西方媒体已经彻底台湾化了 新闻专业太业余了啊 啥子都能按照据传写出一篇新闻来 嗨咱也不用在意让他们猜去吧 反正我要想知道点老GB拜登带照片的内幕 我直接搜索亨特的笔记本电脑什么都有了 这就是差距啊 至于李尚福最近在忙什么大事咱不清楚 不过最近在中国的黄海东海确实是发生了非常大的事情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赶快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围绕在中国周边一共有三场中美对抗 第一次2016年 美国搞出个南海仲裁 单方面宣布 然后美国就派出两艘航母到南海 这是什么概念 上百架战斗机 上千枚导弹 一个中等国家都可以分分钟被灭 当时美国太平洋司令叫哈里斯 他说要跟中国开战 如果非法的南海仲裁生效了 那中国的南海就丢了 面对美国的蹬鼻子上脸 当时解放军的三大舰队是齐聚南海 准备跟老美干 结果老美在关键时刻调准船头 直接就跑路了 老美是万万没想到 中国人能如此的坚决 这就是2016年南海对峙 第二次就是去年佩洛西窜访台湾了 这次中国直接对台湾进行了军事封锁 并越过台湾岛上空发射了上百枚导弹 整个封锁长达一周 这个过程中美军号称要派航母到台湾海峡 结果被解放军的警告给吓回去了 当时美国的罗斯福号航母吓得都滚回了 关岛了 根本就不敢接近台湾岛 从那次围岛演习之后 所有人都对武统台湾这四个字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也再让世人看到了美军面对解放军时候 只剩下胆怯个尿裤衩子了 而第三次就发生在最近这几天 话说美韩联军为了给自己撞胆 竟然到了中国的黄海 都2023年了 美国人还敢跑到黄海来装逼 要知道黄海的北面就是北海舰队旅顺基地 西边是青岛基地 南面还有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 咱也不知道美国人带着小西吧 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 敢闯黄海 随即解放军也宣布了在东海进行军演 一下把黄海的出海口直接给他堵住了 而且更厉害的是 中国在东海的军演比美韩联军提前一天 结束时间错后一天 很明显就是针对美韩军演来的 而更令美国人尴尬的是 中国海军的演习区域直接把美韩联军给堵在黄海了 上演了一出包饺子 这时候老美才反应过来 卧槽 央务呼口了 原来我你妈才是央啊 另外还有更刺激的 除了把老美堵在黄海 当时中俄两国的混合舰队还在日本海进行联合演习呢 从地图上来看 当时中俄军舰在日本的联合军演实际上是切断了日韩之间的联动能力 这左一层右一层老美带着小西坝的演习 那叫一个毕业区 最后连黄海预定的演习位置都没到 贴着韩国跟日本的近海灰溜溜的跑路了 以前的美军那多硬多猛 你再看现在的美军稍有不对劲 掉头就跑 脚底抹油直接就开溜啊 后来老美一看这意思急言了 从关岛派出航母编队 一路北上奔着东海舰队的位置就来了 老美这招可厉害了 属于是微点打圆了 但是解放军的操作它是更溜啊 直接派出山东号航母编队 南下奔着美军的关岛基地老巢就去了 好家伙这操作属于是套老美的狗祸呀 你美军的航母来中国附近 我们直接围攻 不但围攻还让航母编队指导黄龙 当时这波操作给老美直接就打懵逼了 你来东海 我直接奔着第二岛链区 而且山东舰还不是随便玩玩 当时有40多架战机护航 从战斗机到无人机再到预警机都带齐了 这就明摆的告诉老美 这是实战化突破第一岛链 对于美韩黄海演习 先给你来个关门打狗 对于美军航母的持员 我们不但有应对能力 还有能力指导黄龙 这就明着告诉你了 我们面对美国不再是被动防守 而是主动出击 你来多少 我打多少 不但打你航母战斗群 还打你滚岛基地 其实最近中国在战略上面对美国 早就改变风格了 从过去的防守反击 直接调整为了 以攻戴手 除了军事领域 其他也是一样的 华为的芯片突破 以及Mate60一系列的攻击力十足 羞辱度拉满的营销策略 也是明确的主动攻击 现在中美的关系早就变了 所以美国现在看到中国如此的强势反应 都是一脸懵逼非常的不适应 所以才会方寸大乱 中国国防部长不接美国黑大个儿防长的电话 都让美国非常的紧张 就是这么个原因 因为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强势反应 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的 因为以前确实也没有出现过这种能力的国家 综上所述 美国现在应该认清现实 现在的中美关系 一切形势早就改变了 同样是面对美军的航母编队 十年前中国是准备和美国拼命的 而现在咱们已经有实力直接关门打狗了 不但关门打狗 还能讨你老超 就问你爽不爽吧 连美国现在自己都说了 中国的军舰现在下水的速度赶上下饺子一样了 而美国军舰这边呢 根本就没什么新建的 而且现在美国军舰都需要找印度三个来秀了 好嘛那咖喱在那给你磨呢 曾经的美国那工业多强大 现在的美国去工业化 秀个军舰都得找三个 你说你丢人不丢人吧 我要是没吹 我现在都炸哪死去 美国现在肯定不适应啊 但是时间长了 挨揍挨舵了 自然也就适应了 不知道美吹职人驴马烂子担子儿们 看到今天美军的样子会作何评价呢 生气是吧 自己找没人地撤自己嘴巴子去吧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了 别忘给了个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